昨天去香港办身份证 是在香港元朗 元朗政府和属里面办的 什么叫和属呢 就是这个政府它办公的地点 它跟菜市场 还有居民住家的地方 合用的一个楼里边的 一个办公场地 应该就是这样子 所以名字叫和属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是干啥的 这就是刚才来的楼 这就是刚才政府的楼 哎呀里边那么可憐 不对低调 外边好歹还给进行了一下形象包装 跟别的楼比这个政府的和属 外观还是崭新一点 那那个和属什么意思 就是我政府的很多个机构 可能都在这里 合计起来办公 我怎么感觉就跟菜市场和属 你看下边是菜市场大桥皆是 它和就是乌七八糟和在一起 跟菜市场和在一起 跟在上面的居民合在一起 就叫和属 在内地特别是在深圳 我很少看到就是政府办公的地方 这么低调而朴素 跟菜市场在一起 而且是一个老的居民楼 就是以前老破小的那种单元楼 在里面办公 然后办完事情之后呢 我顺便去了政府和属对面的一个写字楼 了解一下那租金情况 香港它有个好处啊 就不管它里边的楼再破再救 它都特别干净 人家那个写字楼里头啊 那种公共区域真的是擦的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那个地段呢 在元朗绝对算不上什么高端地方 因为元朗这一片呢 本身它的那个房产的均价都是比较低的 而且那个地段是在一个菜市场附近啊 只能说是相当于是一个核心区 就大家内地说的这种老破小这种地段 但是看完之后啊 发现这种生活便利的核心区 哪怕是老破小 它这个租金都是很贵的 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它的租金吧 本大厦单位招租 欢迎参观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进去参观一下吧 我用再便宜了 对对对 很干净的 哦不带装修的 哦就这么一间 哦 地界还没弄 哦还没弄 哦有个大窗户还可以的 哦都要自己装 这一间租金是多少钱 一万五千亿 一万五千亿 物业管理费大概一个月多少钱呢 管理费 二十二十五 就另外加上去啊 是啊 还有财神地租 什么什么什么 财神地租政府收的 哦政府收的 哦 全都不包了 哦那加上那个地租这个多少钱呢 财神六百八十八 地租四十三亿个月 这有一千多 这有一千多 一千多三千 一万八千多 差不多一万九 差不多一万九 然后你自己还要有电费呀 对对 这个地方 电费其实上次还挺低的 嗯 那他这个四十平米左右的一个毛胚 而且是写字楼性质的 他一个月的租金是一万五千多 加上管理费 还有地租税什么的 我没太听清楚 因为粤语呢 我就不是太精通 也听不太明白 但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房租加上税费一起的话 如果你要租这个房子 一个月成本就在两万块钱左右 大家看看香港的租金是不是很贵呀 那说到内地的房子 我觉得规律是一样的 就是现在这种房地产很低迷的情况下 如果是买的城市核心区的这种老破小 如果是很好出租租金回报高的话 长期拿是没有问题的 以后房子绝对不能去炒作那种郊区 配套不完善 不好出租的所谓的新房 你要买房就要买这种好出租的 租金回报率高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你不买房 你以后在这种工作生活就医非常便利的地方租房 那个价格呢只会越来越贵 所以说呀 核心区的房子 它从长远来看一直都是有价值的 从长远来看一定是随着通货膨胀啊 它这个租金是越来越贵的 香港就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 对吧 它也是 这个我们这些国内北上广深以后发展的一个趋势的一个代表